换脸需要多久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 对着这个智能平台眨眨眼张张嘴 不到一分钟就能和中外名人换脸 在刚刚的换脸过程当中 通过对于我面部表情的抓取 我的面部特征就很快地被转移到 另一个人的照片上 并且形成一段相应的视频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就是利用 这样的换脸手段 去从事诈骗等等的犯罪活动 面对这样的安全隐患 互联网防御技术也在不断升级 比如这个深度伪造检测平台 能够对肉眼较难辨别的虚假影像 做出判别准确率达到90% 基于这样的一个千万级的 一个训练数据 比如说一些是学术数据 包括一些网络上 大量的一些公开的虚假视频 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和规则 输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测算法里面去 两者共同驱动 我们能够实现对这样的一个 虚假视频的一个 高准确率的一个自动检测 在刷脸过程中 如何确保互联网APP 不过度收集个人资料 保证个人信息不外泄 在今天举行的网络法治分论坛上 与会嘉宾投入 即将于今年11月正式施行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将做出更明确的规定 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也将更加严格 中小企业可能罚款 高额达到最高达到5000万元 那对于那些超大的巨无霸的企业 是罚款 上一年度的年年年年月月月的5% 个人信息保护的主管人员 或他的实操人员 也是可能被重罚的 最高可能罚款到100万以上 而且他们会被职业禁止 如今网络风险已不仅仅局限于 日常的生活应用场景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工业设备加快联网上云 能源电力等行业的关键基础设施 也面临着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 这一场景模拟了采油厂 遭遇黑客攻击时的状况 当发生黑客远程攻击控制器 将可能导致采油过程中 油和危险气体的泄漏 引发暴障 针对类似情形 除了人为防护 更需要通过技术 将工厂的每一个网络 小节点都逐个部署 及时对相关设备 采取阻断和隔离 以自动化方式保证生产安全 对每一个节点 我们都有一些防护的理念 和防向思路 防护的技术 监测的设备部署进去 可以说在黑客攻击的时候 只是刚进入第一道门的时候 我们能快速发现它 然后把它从门里面踢出去 此外 可用不可见的隐私计算技术 也正加速在重点行业的落地应用 这台在今年的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首发的一体机 整合了隐私计算 可信硬件和区块链等多项技术 未来将在金融 医疗等领域的庞大数据处理 和安全保护中发挥作用 那这个一体机呢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 数据的一个变成器 你用了它以后 你的数据就会别人拿 即使拿到这个数据 它也是变成后的数据 它不能够跟你个人关联在一起 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 浙江乌镇报道